题组第三题 考卷第八题 他是问你有关于过程二 过程二就是转移 以mRNA的密码值 然后转移出蛋白值来 好我们看pA选项 转移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同时有三个带着氨基酸的tRNA 同时结合在核糖体上面呢 哦不是 我们以前记到核糖体的时候说 核糖体上面有三个位置 a p e有三个位置 真的有三个位置 但最多最多只能让两个tRNA上去 最多只能两个 所以他写三个是不对的 这是第一个错误 但h还有另外一个瑕疵 核糖体上面的那个大单元的 大次单位的RNA 它有酵素活性 它可以催化太剑的形成 所以核糖体的RNA有酵素活性 称为核糖酵素 我们当时在高三一开始第一章 讲到RNA世界的时候 有略体一下 RNA具有酵素活性 所以早期认为 最早具有生命现象的分子 是RNA 因为它有酵素活性 例如核糖体大自安卫的RNA 有 那这个挟在哪 瑕疵在哪呢 它写形成 酵素来形成太剑不对吧 应该是酵素催化 所以a的后半部 是形成这个动词写不好 写催化比较好 这个酵素可以催化太剑的形成 所以a就不对了 打叉叉 好 接下来我们看b选项 他问1号2号3号4号的这个氨基酸 是不是分别为thrcls跟gly呢 回来看图 1234 他问1234 这是1 这是2 这是3 这是4 我们要看什么呢 看密码纸 先从1开始 密码纸 圈圈1就是氨基酸1的密码纸 是不是在这里 你们在读它的时候 请注意方向性 是5端往3端读 所以念起来不是acg 圈圈1的密码纸 应该是cgca 对不对 不要念反了 如果现在它的方向 密码纸是cga 我们来查表 cg 我念错了 再一次 gca gca 我刚刚念错了 gca 好吧 看下图 gca 在这里 所以它的配对的密码 配对的阿尼酸 就是ala 可是你看题目 不是给ala 它给的是dh 为什么呢 它读反了 它读反了 所以b不对 后面的2也错 3也错 4号更错 因为它认为4号 的这个密码纸 它把它念成uaa了 它认为它是中指密码 但事实上它应该是au 因为它是五端往三端念的 好 所以这一题 这个b选项也不对了 它的密码纸 它读的方向读错了 好 接下来看c选项 转移成蛋白质 需要能量 这个能量来自于水解tRNA 不可能 RNA不会提供能量的 tRNA nRNA nRNA都一样 能量不是trk的 什么磷酸跟分解成的能量 不 那谁提供能量呢 是GTP 这个我当时在教这个 分子生物的时候 我提过这个 这边不是画ATP 反而画是GTP 所以c也不对了 好 这一题ABC都错 GTP 就是303 鸟粪飘零核甘酸 你把那个A改成G 把线飘零核甘酸 变成鸟粪飘零核甘酸 因为这边的酵素认得是这个分子 不认识ATP 所以必须要够多的GTP 但一样 GTP如果不够了 ATP的能量可以转换过来 你就可以补充GTP的不足 它能量都可以转换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猪选项 猪选项又是另外一个 比较复杂的选项 它说 NET NET是什么 甲硫胺酸 而甲硫胺酸的密码子 是AUG AUG代表起始密码子 也代表了甲硫胺酸 MET 它说 NET带着甲硫胺酸的TRNA 进入A位的时候 带7号的TRNA 已经在P位了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图额 先看到甲硫胺酸 在读中的哪里 在这里 悬起来 你看这个密码子 从五端读到三端 是不是念成AUG 所以它所配对的TRNA 所吸引的这个 六号氨基酸 就是甲硫胺酸 NET 这个你不知道 你这题也不会解 NET叫甲硫胺酸 它的密码子叫AUG 而AUG 必须从右读到左 因为这边的方向 是五端在右 三端在尾巴 好 那既然我们知道 它是这样子的 我们在读密码子的时候 有五端往三端读 所以下面的氨基酸 虽然是编号五六七八 其实是八号先上来 八号先上来 因为密码子配对表 是先读五端 这边是五端 所以UUU配八号 接下来是UGC配七号 而七号八号在一起 形成态鉴 所以七跟八先形成态鉴 此时带着七号氨基酸 这个氨基酸 就会住在P位 而控出A位 而A位让 带着MET的 然后密码子是AUG的 这边 它露出A位来 让它降落 所以MET是比较晚降落的 相对于七 所以这边的编码 八号氨基酸先降落 再七号 再六号 再五号 对面的基因甲也是哦 四号先 再三号再下来 再二号下来 再一号下来 所以上面所标的 那个氨基酸编号 不代表顺序 它只是个编号 其实顺序是颠倒的 八七六五 基因甲是四三二一 什么问题 看方向 我们在读MLA的时候 是不是五端先读 五端读往三端 先读的 先配对氨基酸 对 所以当你的MET下来的时候 七号氨基酸 早就来了 它就坐在P位 所以这一题的 那个描述 当你带着MET的DNA 降落在A位的时候 我带七号的 氨基酸的DNA 已经在P位了 是正确描述哦 是对的 好 接下来的E选项 当我形成蛋白质甲的时候 核糖体会远离基因甲 MRA的C端 什么意思呢 来看前面的图 好 现在呢 因为颜色的关系 让我再换颜色 让你看得到 基因甲 它现在问基因甲 现在呢 我的MRA 我的核糖体要做转移 核糖体在哪里 核糖体在RNA这边 这是RNA 这是核糖体 核糖体向哪里走 五端往三端走啊 它向左走 这也是 核糖体在读MRA的时候 就跟密码指配对表读法一样 是五端往三端读 所以它会从五端 往三端移动 那是不是就远离了 我现在框起来这个C 它往左嘛 C在右边啊 所以当核糖体在MRA上移动的时候 正在远离C端 对啊 所以这题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E选项是对的 当蛋白质甲进行转移的时候 核糖体会远离基因甲 MRA的C端是对的 所以此题只有 猪和E是正确答案 好 这题还没问题 刚刚有人问了第八题的B选项 有关于那个 氨氏酸配对的时候 我们在判断的时候 要怎么判断 我们回到前面的图 就是 我们在判断MRA的时候 其实都会 我们在判断 氨氏酸配对的时候 都会拿MRA当作判断的医准 所以你看这个图 像话很乱 我先全部擦掉了 这是MRA 这边是 五端 这边是三端 我们是拿MRA当作氨氏酸配对的主轴 所以你看 当我在看到MRA的时候 这三个围密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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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用五端读到三端 所以这个要怎么读呢 就是五端读到三端 AAU 它这个密码子是哪个氨氏酸 第二是CGG 这个密码子配对哪个氨氏酸 我从五端读到三端 我们在判断蛋白质的时候 都是拿MRA当作中间的主轴 那我过去在当时教这边的时候 我也建议大家解这种题 以MRA当作所解析的核心主轴 往上推DNA 往下推TRNA跟蛋白质 就是氨氏酸序列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叫Message RNA 它是带着讯息的 虽然这些讯息源头是来自于DNA 但是最好的表现是表现在MRA上面 它把讯息带出来了 它就是带着讯息的 所以当我们在解讯息的时候 以Message RNA的密码子 当作解谜的依据比较好 再加上我们的科学家 因为知道它是Message RNA 这叫做密码子配对表 为什么不是TRNA的反密码子配对表 而是用密码子呢 而是用MRA的密码子呢 因为MRA叫Message RNA 它带着讯息 而且密码子叫Coden Coden就是密码 所以大家 我们这个配对表 不是用DNA 不是用TRNA 而是用MRA的密码子 当作配对表 就有这样的原因 因为它带着讯息 密码子就是遗传的密码 所以才叫Coden Coden就被我们翻译成密码子 Coden就是密码 我们就翻译成密码子 那因为这样的准则 我们就把MRA当作 往上判断 往下判断的最重要的依据 包含往下判断你配对哪个胺基酸 这叫密码子配对表 它参照的是MRA的密码子Coden 而不是DNA 所以如果你要判断 那个胺基酸的排列顺序 请你用MRA 五端往三端读 每三个一组密码子 而这就是密码子配对表 Message 带着讯息的RNA 刚刚有人补问了一个问题 NAT的密码子是AUG AUG不是起始密码吗 它应该在第一个才对啊 怎么会在中间呢 各位 一个蛋白质里面的胺基酸 只有20种胺基酸 就是排列组合 它的甲硫胺酸 不可能只有一个 而且只放在最前面 它的肚子里面也会有甲硫胺酸 那所以呢 你看到一个MRA 就是MRA 它的起始密码 AUG在这里出现 但是它的肚子 也可能出现AUG啊 我画几个 大家画上个代表好了 然后最后这边有中指密码 比如说UAA好了 好 当我的第一 这边有三个AUG 第一个AUG 就代表开始 而后面的AUG 就代表甲硫胺酸 因为蛋白质的肚子里面 一定会有甲硫胺酸 这个胺基酸的 如果你说 我的一个MRA上 只能有一个AUG 那是不是代表 全世界蛋白质 最多只能有一个MET 不可能 而且是AET 从常常做出来的蛋白质 从常常做出来的蛋白质 还会被切掉 假设这也是MET 这也是MET 就这边来的 这边来的 换句话说呢 一个蛋白质 它的甲硫胺酸 不会只有一个的 那我们怎么判断呢 所以在MRA里面 它的密码子中 AUG可能不止一个 但通常 第一个AUG 代表开始 后面就不是开始了 它就是肚子了 就是蛋白质的肚子了 第一个AUG当开始 也就是开始只能有一个 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开始 包含开始也包含甲硫胺酸 而后面的AUG 就不能当开始了 就只当甲硫胺酸 变成普通的密码子了 所以有可能 那个甲硫胺酸 或是AUG 这个密码子 出现在肚子那里 MRA的肚子 或者是蛋白质 甲硫胺酸的 在蛋白质的肚子 以上就是有人 补问我这一题 我就补回答